和高冷女总裁协议结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说实话真的不是什么好事 无非就是在一千平米的大床上醒来 就有仆人把早饭端到床上来 早上去面试 我信誓旦旦地对面试官说 放心我跟我老婆不熟 不会生孩子的 行 恭喜你被录取了 身后想起一个女生 我一回头 这不就是我刚刚闪婚的老婆吗 我被柳冰冰亲自带到了老板办公室 你就这么确定 我们不会有孩子 她不嫌不淡地问了一句 柳冰冰穿着一条黑色包囤裙 配高跟鞋和黑丝 凸显身材 上身简单的白衬衫 贴在她稚嫩如玉的皮肤上 虽然款式浮素了点 可在她完美身材的硬衬下 却非常好看 再加上那张碗 裹冰霜的郁节里 长腿交叠 坐在宽大的老板椅里 简直了 我心下一慌 不安地站起身 我们不是假结婚吗 合约上没有写要生孩子的呀 她冰霜般的毛子 定定地望着我 叮得我不知所措 我念如卓 想要说些什么 她却忽然弯起眼角 轻笑了起来 一嫂刚才冷冰冰的严肃模样 逗逗你而已 很荣幸能成为你的老板 合作愉快 我默默地松了一口气 要当爹的话 这活儿我可不接 那个 我咽了咽口水 试探性地开口 我们的关系需要公开吗 我怕 不需要 她仿佛看透了我的顾虑 毕竟吃软饭的身份 没必要人尽皆知 又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眼前这个老婆 其实是我送外卖意外得到了 那天 是有说平台有双倍用金 本来我已经有一阵子不送外卖了 但一听双倍用金 冲 有钱不挣 二傻子 可是 当我抱着外卖 摔倒在顾客别墅前的时候 我有点后悔了 餐盒里面的牛排 滚得出来 以我多年的送餐经验来看 这块牛排 至少一千大洋 没当我开始心痛 别墅门开了 一个男生 叫出了我的名字 林思聪 是一个样貌帅气的男人 我端下了半天才认出来 这是我学生时代的死对头寒天 此刻 他走到我跟前居高临下的屁股中 他高大的身影笼罩着我 还真是我们高贵的林大少爷 当年跟我争孝草的林思聪 怎么送起外卖了 我将其他餐和服装 假装淡定的 拍了拍身上的灰 没有大话 屋内走出来了一个白衬衫女人 她站在寒天身后 默不作声地打量着我 我看着光鲜亮丽的寒天 和她身后面容轻冷高的女人 没想到 昔日的死对头见面 我竟然输得这么彻底 多少钱 我赔给你 我想要快速离开这里 但显然寒天不想 他兴奋地像个斗鸡 废物成这样 是因为你爸死了 没人给你撑腰了吧 我猛然抬头 他的话像一击大锤 砸在我的心上 李智已经不翼而飞 我轮圆胳膊一拳打了上去 碰 寒天被我打梦了 你敢打我 我赶你爸死了 他气得双眼通红 想要揍我 却被女人制止 那声音冷落冰霜 寒天 其他合作伙伴还在屋里 你不要闹事 他面上带着韵母 瞪着寒天 是这小子先打了我 你没看到吗 寒天气得脸色战红 要冲过来的身体 将在原地 女人的目光 却落在了我的身上 带着隐隐的探究 我的同伴出言不逊 我替他向你道歉 你走吧 不用赔了 我忍住马上就要夺框而出的眼泪 狠狠瞪了寒天一眼 骑上小店驴离开了 风吹落落的眼泪 净视了下巴上的头盔绑带 寒天说的没错 那个只手遮天的爸爸 确实死了 三年前 我爸被仇家设计陷害 导致公司破产 逃债时慌不择路 把车子开下了悬崖 一夜之间 我从林氏集团的贵公子 变成了人人可泣的丧家之犬 我抹了抹脸 在心中劝慰自己 今天还是挺开心的 毕竟有双倍用金不是吗 回家时已经快要十二点了 我停好小店驴 上楼的时候 发现那个白衬衫女人 就站在不远处 看到我后 她迈着大肠 走到我面前 听寒天说 你是破产的那个林氏集团的少女 她的脸行在路灯下 忽明忽暗 但眼神却如鹰般稀里明亮 我不然觉得有些熟悉 但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我迟疑地点了点头 脑子里迅速回想 当初的债主里 有没有这好人 她该不会是来讨债的吧 她眯起眼睛盯着 微微促起眉头 林家的公子 碰到了什么困难 要去送外卖 好家伙 人钱给我解围 然后这是来替寒天 继续炸我刀子 我冷下脸 语气不善 小姐 送外卖也是靠自己的双手赚钱 不寒沉 没事的话 我先走了 我转身想要上楼 她挡在我的身前 露出了一个礼貌的微笑 林公子误会了 我叫柳冰冰 她顿了顿 随后深吸了一口气 仿佛下定了什么决心 我想跟你结婚 我的下巴差点掉在地上 这急转弯太离谱了 柳冰冰说 她的奶奶年纪大了 要求她今年必须要结婚 她无父无母 出身贫寒 真正的贵公子不会娶她 我虽然落货了 但是曾经也是货真价实的附加公子 所以想找我做她的结婚搭子 哄哄奶奶 我本来想拒绝 可她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多到足够 我还清债了 领完证出来 我捏着手里的红本本 偷瞄了一眼柳冰冰 接下来的五年 她就是我名义上的老婆了 目光碰上的瞬间 我赶紧一开了眼睛 她偏头冲我笑笑 今晚开始 达上行李住到我家吧 她面容冰霜 笑容却很温柔 我红着脸点了点头 这是协议的一部分 CDC是业内顶尖的设计公司 也是我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地方 直到在公司看到了柳冰冰 我才清觉赏欢老婆和CDC老板 居然是同一个名字 傍晚我就拎着行李 相住进了柳冰冰的家 扳执好一切以后 我打开电子银行 输入了那个早已牢记于胸的银行卡账号 转账成功的一瞬间 压在心上的大石头 总算是落地了我爸去失货 公司还欠了几百万的债 追债的人到处抓我 还差一点把我卖去棉北嘎腰子去了 我给当时的合作伙伴们 打了无数的求助电话 可始终没有人接 在最走投无路的时候 是一个陌生人 帮我还掉了所有的欠款 我不知道他是谁 唯独有这么一个银行卡号 如今总算是还完了 第二天我和老板同车一起上班的消息 就传遍了整个公司 晚上的新人欢迎一世时 同部门的孙雷似笑非笑的举飞 来 我先进林思聪一杯 我们下总是出了名的冷淡 还得请教请教你 怎么把老板追到手了 柳冰冰生的好看 又是白手起家 公司里有不少男的崇拜他 但所有男的里 只有孙雷是真心实意的在做梦 想吃软饭 他的话一出 酒桌上瞬间鸦雀无声 所有人脸上都挂着尴尬的笑容 等待着我的反应 我瞥了他一眼 没有理他举起杯子的手 自顾自抿了一口 已经说了是顺路 这么简单的话都听不懂 不然你把脑浆摇匀了 在讲话孙雷没想到 会对他 神色一正 随后夸张地笑了起来 又这么不客气 他不是已经上位了 我歪了歪头 假装天真的问了一句 你极度啊 孙雷气得一拍桌子 站了起来 指着我就想开门 我车上坐谁 什么时候还需要跟员工报备了 柳冰冰推开包房的门 目光轻望 面色阴沉 孙雷善善地坐下 如果眼神能杀人 我此刻恐怕早就被他欠刀万挂了 柳冰冰坐在我身边 声音里带着明显的警告 我已经结婚了 请不要胡乱揣测新同事 他看似不经意地瞥了一眼孙雷 也请某些人自重 孙雷顿时抬起头 脸憋得通红 随后恶毒的眼神 再次落在我身上 同事们面面相去 没有人知道他已婚的消息 我偷偷看了看他清觉的侧礼 我的假老婆真帅 老板突然到来 加上孙雷和我的真宗相断 最后聚餐很快散场了 走到大门口的时候 柳冰冰早就不见了宗女 我裹了我外套 晚秋的风还真是凉啊 到家以后 柳冰冰夺不过来 伸手接过了我的外套 我怕大家再看到你我同行 受人排挤 我受宠若惊 转而有些失落地垂下了眼神 已经很久没人维护过我了 今天谢谢你 他的手微不可查地顿了一下 随后轻轻摸了摸我的头 虽然我们只是合约夫妻 但法律上我是你老婆 不会让任何人欺负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在外严肃冰冷的他 单独与我相处时 总是格外温柔 那合约到期以后呢 我鬼使神拆地问出了口 但很快后悔了 他只是花钱雇我而已 我这是在说什么傻话 即使不是夫妻 作为老板 我也不会让我的员工受委屈 他背对着我将衣服挂了起来 我端向着他的背影 纤细的身影看似轻瘦 但抬手时 衣服时不时绷紧 凸显傲人身材 真不错 我吞了吞口水 赶紧收回眼神 今晚一直放昏 真是见了鬼了 来到CBC以后的第一个大项目 是影帝的婚戒设计 忙了两个多月 总算是订下了设计口 为了庆祝 我和项目主的小伙 搬出去打贺了一顿 散场时 已经快要凌晨了 我伸出手 想要拦出租车 却觉得脚底轻飘飘的 我甩了甩头 差点晕得直接摔地上 怎么喝了这么多 一个模糊的身影 扶住了我 我努力睁开沉重的眼皮 仔细一看 这不是我那消失的女友周运吗 周运你来干仨 我已经不是贵公子了 我推开他扶我的手 三年了 现在出现干萨 我没钱给你 也许是酒精上头 我此刻只想把心里 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出来 你知不知道我差点死了 还差点被绑去嘎妖子 他突然用力抱紧我 哽咽着红我 你喝醉了 我们回家好不好 我不回 我挣脱他的手 没站稳一屁股 跌坐在地 一边流泪一边怒吼 我没有家了 我没有家了周运 脑海里最后的记忆 是女人哭发的面容 低垂着头 看上去落寞又自责 第二天 我是在柳冰冰的家中醒来的 他正在厨房里捕捣着什么 一股自粥的香气 勾搭我肚子 咕咕叫 我轻手轻脚走了过去 有些意外 柳总竟然还会做饭柳冰冰 一边煮鸡蛋 一边回头看了我一眼 嗯 小时候家里穷 没人管我 我都是自己做饭吃 我有些局促的捏着指尖 小声问到那个 昨晚送我回来的女人 你知道她在哪吗 今早醒来以后 我第一时间给周运打了电话 可依然无法接通 柳冰冰顿住了手上的动作 随后麻利的成了两碗粥端给我 你是一个人回来的 我没有看到什么男 我低头抵了一口粥 失落的嗷了一声 随后很快反应过来 立刻只起身道谢 谢谢柳总亲自给我做早饭 他面无表情的向我摆了白手 不像平日单独相处时量温柔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我总觉得他的半边脸 有一点点肿了 奶奶想看看你 这几天得麻烦你扮演好我的丈夫 柳冰冰把奶奶接到了家里小住 奶奶一直生活在乡下 是一个非常精神的老太阳 我这孙女婿就是好 他笑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缝 拉上我的手就不肯松开了 奶奶忙活了一大桌子菜 我盯着桌子上的家常菜 眼睛又酸又胀好想爸爸 司聪啊 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 我怎么觉得你这孩子这么眼熟呢 奶奶皱着眉头回忆着 柳冰冰接过了话头 我给您发过司聪的照片 您在照片上见过他 奶奶的话也提醒了我 其实从第一面开始 我就觉得柳冰冰眼熟 但始终想不起到底在哪里见过 因为奶奶在 我只能睡在柳冰冰的卧室 当柳冰冰推开门走进来的时候 我已经在地铺上躺好了 他看了看我 又看了看两米的大床 到床上睡吧 快冬天地上凉 他轻声开口 浅黄的灯光趁着氛围有些暖眉 柳冰冰穿着睡衣 雪白的肌肤吹弹可破 他傲人的身材在睡衣里 灰暗不清 不怕周韵吃醋 那天你喊了一晚这个名字 我顿了顿一字一句正字道 不用了 我怕我晚上不老实 我还是睡地上吧 柳冰冰正准 半想后一声不吭地爬上了床 地铺还挺满活的 几乎一瞬间就睡着了 第二天 我居然是在床上醒来的 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 柳冰冰睡得很香 他离我很近 浅浅的鼻息铺在我的脸上 痒痒的 我低头一看 发现他像那虾米一样 握在我怀里 真的好好看 一只腿还骑在了我腰上 顿绝血气上流 一下子弹了起来 我这么跑床上去了 我双手无脸面上发烫 柳冰冰柔柔柔轻松睡眼 嗓音温柔的 你半夜自己爬上来的 一把把我拉进怀里 抱着死死的 正头正不开 我就说地上了 你还不信 我回忆了一下 好像确实是我自己爬上去的 我尴尬地僵在原地 幸好奶奶的声音 即是响了起来 喊我们下楼吃早饭 你先下去 柳冰冰没有动 我以为他是害羞了 结果他挑了挑眉 继续说道 你要留下来看我换衣服 也不是不行 不过你也得换 明白过来以后 我红着脸 毫不犹豫转身 逃逝地跑下了咯 不可避免的 我还是和柳冰冰一起上班了 一下车 我就远远跟柳冰冰保持距离 所以当寒天不知从哪里出来 一把拉住柳冰冰胳膊的时候 没有看到我 冰冰 他们说你结婚了 寒天拉住他的手腕 我还从来没见过 他这么不要脸的样子 柳冰冰神情冷淡地 恩了一声 想要抽回手 寒天死死拉住他 泪水奔涌出来 你怎么可以跟别人结婚 你怎么可以一声不响就结婚了 他的声音里是满满的绝望 我真的好喜欢你 我相信 他是真的很喜欢柳冰冰 柳冰冰不动声色的抽回手 整理了一下袖口 手腕已经被抓出了一个红色的手艺 面对寒天的情真流露 他的毛底没有任何波动 如果你还是这样纠缠我 我会联系韩总结束合作 他冷得让我有些惊讶 很难将眼前冷漠绝情的样子 跟那个站在厨房里 主舟的人联系在一起 柳冰冰走了寒天是神的站在原地 我贴着墙边猫着腰向电梯 走去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林思聪 怎么又是你 我轻轻叹了口气 到底没躲过去 寒天擦去脸上的眼泪 愤愤地走向我 他的眼神充满杀意 但脸上已经恢复拔固的表情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没等我开口 柳冰冰转过头不耐烦地喊我 林思聪 你在磨蹭什么想知道被罚钱吗 我赶紧小跑过去 寒天刚刚碰了一笔子灰 我可不想被他拿来撒起 刚跑到柳冰冰旁边 他就一把抓着我的手 把我塞进了电梯 我从门缝里看到 寒天不甘和怨恨的眼神 仅仅黏在我俩身上 我瞬间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 奶奶在城市里住不惯 只待了三天就走了 项目这边也马上到了交稿时间 可就在交付的前天晚上 出示了他胳膊肘 撑在桌面上 正在皱着没有太阳雪 电脑屏幕停留在热搜瓷条内 我进门后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 没说话 看着他面无血色的脸 好让人心疼 天凉了 怎么穿这么少 不怕着冷吗 说着 我拿去沙发上的小毯子 走到他身边 劈在他身上 一瞬间他的委屈爆发了 眼泪巴达巴达掉了下来 我顿住了手 有些慌张的 帮他是去了泪水 可眼泪不听话的一直流 我轻轻把他抱在怀了 安抚地拍拍他的后背 别怕 不用赔付违约金的 我明天会按时交稿 其实 我还有一个婚介设计图 那是我给自己设计的 很美 你真的舍得吗 刘冰冰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设计图 眼神里满是喜欢 我叹了口气 没什么舍不得的 反正也用不上了 他侧过头 谋底情愫涌动 这枚戒指 是我周运设计的 刘冰冰眼中 闪过一丝不意察觉的失落 回头继续看着设计图 沉默着没有在说什么 第二天上班 孙雷风风火火地 跑到我的工位来挑衅 我早就知道你们良好心 你是其他公司的间谍吧 嘴角含笑 眼看着孙雷得意的表情将主 他缓了缓神 继续嘲讽 别往别人身上扯 怪不得你一来就勾引刘总 真是费尽心思啊 周围一片窃窃私语 同事们看我的眼神 开始变得奇怪 你诬陷我也就罢了 刘总平时带你不薄 你还有没有点良心 我一拍桌子站了起来 气得声音都在发的 她的话对我根本造不成什么伤害 被追债的那几年 再难听的话都听过 可是柳冰冰那么好 不该因为我悲伤无名 刘冰冰转身离开了 我泄气的坐回椅子上 所有人都知道 等我们合约到期离婚的时候 会有很多人看我的笑话吧 司风可以啊 怎么从来没听你提过呀 项目主的伙伴小声问我 我尴尬的摇摇头没有说话 项目交付后 营地非常满意 甚至没有二次修改 就直接定做了 危机虽然有惊无险的解决了 但罪魁祸首 必须要付出代价 我骑着小电驴 去找寒天路上 举另外一个小电驴撞在了一起 我的脚扭到了 我拿起手机 手指停在柳冰冰的名字上 却怎么也按不下通话间 人家的老婆是真的 我的老婆是假的呀 怎么不播出去 一股熟悉的幽兰香味 从身后传来 我抬头一看 柳冰冰正弯腰看着我的手机 柔美的侧脸 几乎快要贴在我的耳边 心脏不听话的咚咚直跳 我赶紧把手机藏在身后 红着脸没有说话 柳冰冰弯下腰 拿出扭伤喷雾 还踢我揉着脚踝 她扶我站起身 没拉动我 反倒被我一把拉到怀里 四目相对 她竟闭上双眼 看着她娇艳欲滴的双唇 就在我要亲下去的瞬间 一辆货车急迟而过 一下把我俩的魂拉回身体 她正托我的怀抱站起身 娇俏的脸上泛起红浴 不再看我 我坐上副驾驶 发动了车辆 我猜 我们的目的地是一致的吧 车子停在了富士集团楼下 她扶着一流一拐的我 直接闯进了寒天的办公 寒天 我看是得不到就毁掉了 我定定地看着她 我能做的 设了保护CDC的声誉 牺牲我最心爱的东西 柳冰冰轻声笑了 听到我老公说什么了吗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她的声音里似乎有一丝得意 我有点想笑 但还要保持面上的气势 寒天直接愣了 半想后将手里的茶杯 狠狠砸向柳冰冰 被我挡在身前 面色冷了下来 寒天有两条路 给你选要么进监狱 要么公开给CDC道歉 寒天想抵赖 但不知道柳冰冰 用什么威胁了孙雷 孙雷亲口承认 是寒天指使自己偷的稿子 面对录音和监控录像 寒天只能选择道歉 道歉的当天 韩氏集团的骨架剧烈震荡 后来听说韩董事长 气贼给寒天关了金币 从韩氏集团出来以后 柳冰冰的手还一直拉着我 一想起他刚刚说的那句老公 我连走路都变得不自然了 本来就有点瘸 这一下子又瘸又顺乱了 老公 柳冰冰温柔的声音响起 我瞬间觉得耳根一阵苏马 心脏的黄跳 我转过头 对上了他那双秋水般的眼眸 你介意我这样这样一吗 我舔了舔嘴唇 想说不介意 又怕显得自己像个吃汗 正在犹豫的时候 手机响了 我接起电话 竟然是周玉 对不起 我现在必须去见一个人 说着我松开了柳冰冰的手 伸手拦了一辆出租车 走进餐厅 我一眼就看到了周玉 他还是一样的光鲜亮 只是脸上似乎更苍白了 目光对上的一瞬间 他起身想抱住我 最后还是克制地坐了回去 小四聪 对不起 我才知道原来我走了以后 发生了这么多事 三年未见 他身上的气息 还是那样熟悉 我想起了跟他在一起的那段日子 那是我最清楚的四年时光 那时候 爸爸和周玉 这两个我生命里最爱的人 都在我的身边 我强装淡定地聚了一口柠檬水 却品出了一丝苦涩 没关系 最难的时候 已经过去了 你也不用担心被拖累了 周玉修长的手指 紧紧握着水杯 用力到指节泛起了白布 我才是那个拖累 我当初被送到了国外的疗养院 原来三年前 周玉被诊断出来严重的躁郁症 必须入院治疗 我知道他的病 但从没想过严重到这个程度 他最黑暗的那段时间 我正在忙着做一个项目 根本没有注意到 他已经快要崩溃了 我不想告诉你 我觉得这样的自己很差劲 我想 林董事长 是不会同意你和一个精神病在一起的 所以这三点 我一直积极配合医生 前段时间终于出院了 却发现一切早就不一样了 我的心脏仿佛被人一把擦转 钻心的疼 我们俩到底是谁对不起谁呢 在最需要对方的时刻 我们都没有陪在彼此身边 三年 每一个无助的夜晚 每一通拨不出去的电话 几乎耗尽了我对他的爱 而那时 他正在疗养院中 试着大板的药物 接受痛苦的治疗 回到你身边 是支撑我熬下去唯一的信念 周玉伸手扣住我的手背 目光里几乎是恳求 司聪 我们还有机会吗 到家已经很晚了 我打开灯 看到柳冰冰垂着头 坐在沙发上 他没有抬头 你今天去见的 是那个叫周玉的家伙吗 他没有抬头 就那样坐着 看上去很落寞 我一顿 其实那天看到他肿起来的脸 我就猜到了 最久那晚 从来都没有周玉 我N了一声 柳冰冰犹豫片刻 眸底闪烁 如果你想复合也没关系 毕竟我们是假结婚 反正 我打断了他的话 不会复合 我有喜欢的人了 他扭头看着我 我没有接他的目光 话音刚落 柳冰冰几乎没有一丝犹豫 就骑在我身上 稳了上来 他身上独特的幽兰芬芳招着我 一小点冰凉 钻进唇齿间 带着浓烈的侵略性 心脏如击骨般 仿佛快要跳出胸腔 我犹豫片刻 双手还住他的腰肢 他越稳越深入 我直接把他环抱起来 第二天 我是在柳冰冰卧室的大床上醒来的 依然是那个小虾米 依然一条腿 骑在我的腰上 只不过这一次 我醒来以后 再也不会松手了 我拒绝了周运 无论错过的这三年如何 他都值得拥有一份纯粹的爱情 而我 已经无法将整颗心给他了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 我紧紧抱着怀里的柳冰冰怀 他轻笑着抚摸着我的我胸膛 一见钟情 林思聪 你有没有想过 再设计一枚婚件 设计一个我们的婚件 可是 稿子刚刚化完 就再次接到了周运的电话 思聪 其实我们无法重新在一起 哪怕是以朋友的身份 我也希望你们知道真相 周运再次将我约了出来 推给我一打资料 他是否爱你 只有你最清楚 我看着手上的文件 大脑一片控制 原来 柳冰冰是我爸资助的贫困人 他曾经接受过 我爸长达十年的资助 奶奶当年得过一场大病 也是我爸给的手术费和治疗费 我捏着文件的指尖 不住颤抖 怪不得 怪不得一开始 我就觉得他眼熟 怪不得他没有来由地 只对我温柔 我以为 只是因为他喜欢我 选择全交给你 无论何时 我都会等你 我再也不会失联了 我看着周运 脑海中却被柳冰冰塞满了 思绪一转 忽然想起来闪婚时 他被我的报仇 他怎么知道 我刚好欠了那么多的赞 心里一个格等 我猛的站起身跑了出去 他的床头柜 有一个抽屉 一直是锁着的 回家以后 我直奔那个床头柜 理智早已不见 我暴力拆开了那层抽屉 看到了一个信封 信封里有一张照片 那是柳冰冰 我用指尖模举着照片里的他 还有看起来风华正茂的爸爸 眼泪断线一般掉了下来 信封里还有个什么东西 我倒出来 发现是一张银行卡 果然 正是那串 我早就倒背如流的卡号 所以 其实柳冰冰爱的 是林董事长的儿子 如果韩天是我爸的儿子 他也一样会爱他 保护他 对他温柔以待 楼下传来开门的声音 柳冰冰看到 被拆开的床头柜 还有我手中的信封 明白一切都隐瞒不下去了 我只是不想让你有负担 他抱住我的脸 我湿神地看着他漆黑的眼眸 突然觉得这个我深爱的人 有些陌生 你对我不是一见钟情 而是因为我是林思聪 是林家公子 别人是林思聪 你也会为了报恩而选择他 对嘛 我的声音发抖 原本以为 我终于找到了生命的另一半 却没想到 这只是一次报恩 你需要的是一份 全心全意不掺杂志的爱情 我冷漠地推开了柳冰冰的手 我们离婚吧 帮我还债 已经是报恩了 不必再牺牲你的爱情 柳冰冰眼中尽满痛楚 他用力抱住我 你真的感受不到 我对你的感情吗 我感受得到 所以更加痛苦 这样温柔的爱 到底有几分是对我的 又有几分是对林家少爷这个身份 我只想要一份纯粹的爱情 我挣脱他还把我的双手 我们还是算了吧 几天后 我和柳冰冰去领了离婚证 领结婚证的那天 我没想过领离婚证 会是现在这样的场景 CDC 我已经待不下去了 还得感谢寒天的道稿 反而让我名声大杂 我动身到了另外一座沿海城市 开始接思丹 很快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两年期间 柳冰冰联系过我几次 没有挽回 没有脑位 只有礼貌的问候 我沉浸在忙碌的工作里 无暇顾及其他 直到周云快要结婚了 我才重新回到了那座城 这两年 过得怎么样 周云的状态 看上去好多了 面色红润 人也胖了一圈 一看就是沉浸在幸福里的样子 两年足够 你看清自己的心了 如果有了答案 弹幕的气质也更加明显 见到我后 他明显一顿 随后偏开了目光 我垂下眼眸 他应该早就结婚了吧 周云很美 点名要将捧花送给我 他说 我要快点嫁出去 不然他老公不放心 我会心一笑 婚礼结束后 我打算直接返程 有时间一起吃个饭吗 刚出酒店 刘冰冰在身后叫住我 我犹豫片刻 点了点头 上车后 他一言不发发动了车辆 将车子开回了那个 我曾经也当做过家的别墅 我坐在副驾驶上没有动 两年不见 刘总还是那样美丽动人 刘冰冰扭头看着我 半想好笑啊 你也不错嘛 都学会花言巧语了 他下车 快步走进别墅 我跟在后面那股幽兰花香 窜进我的鼻腔 还是那样的熟悉 看着周围的一切 仿佛回到了两年前 那个最好的时光 我推开大门 水晶灯亮了起来 照亮了满屋的鲜花 还有房间正中 穿着华丽柔美婚纱的刘冰冰 我惊讶地看向柳冰冰 她的眸底好似装下了心盒 她温柔开口道 你说得对 我不应该掺杂着感恩去爱一个人 对你不公平 对我也不公平 她缓缓从台上周走下来 可是两年过去了 我确定 我爱的就是你 不掺杂任何其他感情 只有深深得爱 所以我想和你重新开始 柳冰冰一步步向我走来 在我面前站定 林思聪 可以娶我吗 此刻我的情感 像大坝决低一般 宣写出来 我抱起柳冰冰的脸颊 毫不犹豫地吻了上去 这一吻我确定我的心 我缓缓从口袋里 掏出一个丝柔的合作 打开里面是一只钻剑 大只独属于柳冰冰的钻剑 拿出那只我为她设计的钻剑 她的情绪激紧失控 她幻想无数次的场景终于出现了 我单膝下跪 将戒指轻轻套在她的无名纸上 柳冰冰 你愿意和我共读一生吗 现在我不是林家的公子 也不是你的恩人 就只是林思聪 你还愿意吗 视线变得模糊 剧烈的心跳震得我 最快看不清她的脸两年 我将她深埋在心底 无数次想要忘记 却越努力越深刻 我无法控制地 完成了那只钻剑 一直将她带在身边 可能也是一种幻想吧 现在她终于实现了 她点了点头 我愿意 柳冰冰眼中 闪着如是重负的光 我一把将她抱在怀里 拥吻她的吻识淡淡的鞋 带着失而复得的惊喜 如果我没来找你怎么办 那就换我来找你 这两年是我的迹象 再多一天 我都无法再忍耐 这次我的老婆保天保真 过真假时